今天的课程是健康優选 就是带大家了解一下健康的观念 就是产品的入门的篇 那这边呢 给大家 先问一下大家 先给大家暖身一下 先问一下大家 今天是第一次来听这个产品课的朋友 请在背后框里面打1 有吗 好 没关系 有有有有看到 好 欢迎你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个产品课 好 那这边呢 就开始讲一下这个 这个健康的观念 那其实呢 健康的是在生活形态里面 健康在生活形态里面 而不是在医院里面 那大家就可以就是想想 就是说 要怎么样 才可以让你得到真正的一个健康 是吃饱了就好呢 还是就是说 你要找选对的方式 或者是选对营养补充品 好 那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这张图 会不会觉得说 这样的饮食应该是非常的健康 而且均衡 因为有你看有蛋白质啊 然后这些碳水化物也有啊 所以蔬果啦 全部都有 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均衡营养 那如果说我告诉您说 你应该要关心一下 还是要关心一下营养的这个议题 那你可能就会问我说 为什么 为什么要关心这个营养这个议题 好 那就是说 是吃饱了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营养呢 还是 就是我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大家看一下 在就是营养期刊上面啊 有一篇就是研究 针对就是北美饮食的营养调查 缺乏的一个调查 结果发现呢 就是很多人呢 在必须 这些必须营养素里面呢 都有明显的一些缺乏 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维生素E啊 ACD这些 还有钙 这些都是缺乏 这些必须的营养素 但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缺乏呢 其实我们刚刚刚看 如果说 其实现在的饮食也不匮乏 食物不匮乏 大家其实都可以吃得饱 但是呢 现在就发现了 就是有 就是外在的因素 跟内在的因素 那外在因素呢 就是说现在的饮食呢 就出现了营养空洞化的现象 因为现在的食物呢 食物的营养大幅流失 外观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大家看起来 好像都还是差不多 跟以前的一样 食物都一样 但是呢 内在的营养呢 其实已经达到 匮乏的一个程度 所以呢 就是你吃 吃好吃满 三餐呢 其实已经不等于 营养均衡了 那还有呢 我们生活中 有一些很多 有害的物质也增加了 生活压力啊 然后不当的饮食 是处理啊 就过度的烹调 或者是油炸类的食物 也比较多 那生活习惯的不同 还有呢 不同的年龄跟性别呢 其实对于营养素的要求 是不一样的 每个不同的年龄层 性别 对象都不相同啊 所以你要适合 就是说 跟对个人需要的营养素呢 或者健康 做事实的调整 搭配 那我再回来问一下 再问一次 大家这个问题 你觉得你的营养 补充够吗 这大家就是可以在 就是趁这堂课的时候呢 好 也可以想想这些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比较实际面 刚刚看的那些素质啊 可能大家没什么感觉 那我们现在看起来 比较实际面 这跟钱有关的 的东西啊 那就是说 在加拿大的健康资讯机构啊 发布了一个 2017年的一个数据啊 在80岁以上呢 他们的就是 医疗支出呢 是高于 一岁到64岁中间的7倍啊 医疗支出是7倍以上哦 那大家其实都非常了解 其实加拿大的医疗呢 是非常的非常的好啊 然后大概就是 全民的健保啊 或者这样 但是呢 其实非常让人家 非常头疼的是 当你有病的时候 或者是你想要看医生 尤其是你要看 专科医生的时候 是通常平均等待的时间 是大概20周 四个多月 才看才能看到 这个专科医生 那就连你要去一个急诊 急诊室呢 其实他也是让你等 除非你真的有生命的危险的时候 他才会优先看你 所以呢 在这个结论就是说 在这个医疗是非常好的一个国家 但是其实就会让人觉得说 这等待 我如果要看医生又要等 所以是不是有点病不起 或者是说 你真的是没有那个时间去 这样 去等待 所以呢 大家呢 要可以想想 就是说你想要在 你未来的这个 就是二三十年 就是在老年生活的时候呢 你是要在医院等待看医生呢 还是呢 你是要从现在开始 就开始注重 就知道说 什么样的营养 要补充到 到位 或者是足够的营养 让你能够 好好享受你的生活 好 那这个呢 再回到这个线 讲到二三十年之后呢 这可能又是已经远了 那我们就讲到前面这边 再往前讲一点啊 就是说为什么 那为什么我们吃的东西呢 没有办法达到 虽然我已经吃的 尽量吃到很均衡了 但是为什么没有达到 那这边就一个 膳食的推荐量 跟一个优化剂量 那这个膳食推荐量 这个RDA呢 这个呢 它是针对就是说 一些就是营养素 就是不用让它缺乏 而造成就是一些 营养缺乏的一些 一些疾病 或者是一些病 一个症状产生 那它这个呢 不是在于就是建议 一些营养 就是健康的益处的 一个建议 那RDA呢 这个呢 它就是在 它是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它有一些 做出来的一些建议 因为那个时候呢 的食物呢 是很匮乏的 所以呢 一些政府呢 他们就是说 为了要让大家 可以得到就是说 国民 就是说 得到基本的营养 而不至于就有一些 营养缺乏的一个疾病 而订定的一些RDA 那就是最低的单位这样子 但是你想想看 就是距离我们 就是那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 其实那已经算是蛮久的时间了 那其实呢 在这近几十年呢 其实很多的研究呢 已经有发现就是说 这些 这些营养素呢 其实你看到这些什么 ERCZD呢 其实它是除了就是那些 会缺乏的一些 让你身体的一些好处 其实它还有很多 对于身体健康益处的一个 一个好处 所以呢 它针对很多的营养啊 就会针对保护心脏啦 骨骼啦 关节眼睛啊 神经系统啊 这各方面的一个健康 所以呢 大家才发现说 有一个这个优量计划的一个 剂量 剂量的这个存在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大家 可以带大家看一下 譬如说像这个 这个RDA这边呢 不是每一个营养素 都有它的一个 推荐量在这边 像有些 我们现在已经常常很知道的 就是叶黄素 针对眼睛的啊 Omega 3啊 葡萄籽精华啊 萃取的这些 其实呢 它这个呢 在以前都没有建议 都还没订定这些 推荐量 好 那这边呢 我再跟大家看一下 一个例子啊 它这个血液营养素的 一个浓度啊 那这边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红点这边呢 这个是 这就是那个RDA的量 那就是膳食的推荐量 那我这边举例呢 是举例 维生素C 那维生素C呢 其实呢 它这边呢 在这个 你如果低于这个RDA的 这个量的时候呢 呈现维生素C的一个缺乏 就是以前我们 常常听到一个 就是那个 坏血病 那是因为那时候 很多就是航海人员 他没有办法吃到 新鲜的蔬菜水果 而造成了维生素C的一个缺乏 那这个是最基本 就像我们平常上班的一样 就是基本工资这样子 那基本工资呢 这个只是能够让你 就是说能够温饱 能够吃 就是吃饱这样 但是你没有办法 就是说 一些额外的一些益处 那我们可以看 就是说当 就是说如果增加 这个这个剂量 在剂量增加的时候 到这个 这个建议益处的 这个一的这个 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现在常常 大家常常听到的 就是胶原蛋白 它可以让你的皮肤 有胶原蛋白 有传现 让你的骨骼关节 那边的软骨呢 有胶原蛋白 那这个是要 你要吃到 这个比RDA的 RDA的剂量高的时候 你才有达到这个 那再往上呢 就是达到这个 健康益处的2的时候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一个抗氧化剂 维生素C的一个 抗氧化剂 所以呢 如果你每天 摄取的营养素呢 都是在RDA的范围之内的话呢 你更不用说 这里其他的 这个营养素的 其他的好处 你完全就是摄取不到 好 那这边呢 那大家就听到 就是说 那这样子 我要怎么样摄取 就是比RDA 还高的东西 那就是说 因为从食物呢 就是它的那个 摄取量 其实有限的 所以呢 其实大家 对于说 接受这个 就是营养补充品呢 这个议题呢 其实已经不陌生了 如果说你听到 10个人里面 大概有8个人 就会说 有啊 我知道 我有在使用营养补充品啊 那大家也都知道啊 因为有吃 饮食方面呢 没有办法达到一个足够的营养 而选择的营养补充品 但是营养补充品 就是说 你这样吃 就随便选一个就对了吗 还是你要怎么选 你在市面上看到 就是说 因为有很多种 你有看到就是 有些是软糖的啦 有些是粉状的啊 定计啦 有些是标榜说 一天一科啊 或者是怎么样 各种形式都有 但是呢 你要怎么去选择 好 那这边呢 如何选择营养补充品呢 那第一呢 就是我们要达到 长期健康有益的摄取量 那就是我们 要得到的这个营养素呢 一定是要高于这个RDA 要达到这个优化剂量 优化剂量的这个 这个摄取量 才可以达到我们本身 就是这个营养素 带给我们身体额外的 一个健康的益处 然后呢 还有 这个营养素的比例 也非常重要 虽然我刚刚讲说 我们摄取的营养素 是大家都要到的 优化剂量 当然是最好 但是并不是 所有的营养素 我只要达到 它的所有的优化剂量 就都很好 所以呢 其实大家来看一下 营养素的比例 也是非常的重要 不是说所有的营养素 多全部放在一起就好 因为营养素本身呢 它自己对 就是放在一起的时候 有些营养素会有相互的 就是彼此的一个影响 会 然后会影响到 它的一个功效 那有一些营养素呢 就是你要为了 要增加它的吸收度呢 又要跟另外一种 营养素要放在一起 比如说钙就一定要跟美 或是维生素D在一起 它这个呢 才会达到一个 提高它的钙的一个吸收率 增加骨骼的一个健康 诸如此类的一些事 所以呢 就是说 营养素的比例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还有呢 就是科学家的研发团队 就是说你在选择一个 营养品的时候呢 这家公司它自己本身 是不是有一个研发团队 因为研发团队非常重要 是说它可以适时 就是说对于市面上 如果有哪一些新的 或是好的营养素 它可以马上调整它的配方 放进就是说 让这个产品做一个提升 升级版 或者就是说 如果说它们在一个 就是说配方上面 也可以做 就可以马上做个调整这样子 好 然后呢 那当然了 当然在选择 这个营养补充品的时候 一定当然是要安全了 要有效啊 有效就是说 我一定要达到它 我要的健康的益处 那还有呢 它要一个严格的生产标准 就是说 人家生产呢 要有一致化 一致性 要安全 而且要符合规则 规准 就是符合标准 好 那综合这上面 这四个选择 营养补充品的一个因素呢 那我带大家了解 YUSA-LINE 怎么样符合这四个 四个因素 好 好 好